这个范围里面,有几个是数字,第二个问题的话,这个范围里面,有资料的有几个,但有资料包含就是说,它里面可能是文字,可能是true false等等的,第三个有几个是没有资料,第四个问题的话,这个范围里面,有几个是大于30的,出算格里面的值, 那如果你要判断这些数量的话,其实只要想到说,你要算某个范围里面的哪些资料的数量的话,你可以利用count相关函数,那第一个的话,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数字,你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,可以用统计类里面的count往下找,其实刚刚的答案都在这里,第一个就是count, 那里面会告诉你说,这个范围里面如果是数字的有几个,counta的话是非空白储存格的数目,countblank刚好颠倒,空白的帮我算一下,最后一个是countif, 如果countif其实用到的机率还蛮高的,如果要算这个范围里面,什么样的条件,那它跟sumif有点像,不过差别是sum是加总,它是加几个, 那第一个,我们用count数字,所以第一个,假设我要算这个范围里面有几个数字的话,那我可以把这个上面的范围选起来,里面有53个,那有资料的话, 当然,你可以用counta,一样再统计,里面的那个counta,所以往下找一下counta,那范围的话呢,就选这个范围,把这个范围选起来,59个,所以53,59, 差6个,等于是里面,数字跟true force,那个文字跟true force里面有6个,那每一资料有几个,你可以插入函数里面的话,找一下那个一样统计里面的那个counta blank, 在blank里面的话,我们看一下,里面基本上有7个是空白的,那大于30的话,你可以用counta if,那counta if其实非常重要, counta if,这边的话,range,范围给他,那条件的话呢,一样,是放在那个criteria里面,大于30,那他就会帮你找到, 大于30有几个,7个,可以确定,那这四个函数,如果综合起来用的话,其实像刚刚讲的这个黑名单筛选, 其实很快可以查出来,那请各位,也许可以利用刚刚的这个四个函数, 想想看,如果我今天要查,比如说未来你们可能会有工作上的需求,就是说,某一个范围里面的资料,我要找找两个范围比对一下, 有的话帮我挑出来,没有的话就帮我略过,那并且帮我把这个查询结果也call一份到这个我们第三个工作标 谢谢大家! 谢谢大家!